做股票不要有预设立场 以华亚科为例 今年第一、二季度的EPS获利表现亮眼 分别达到1.72元和1.63元 预估全年获利更是可期望达到5.98元 在这段期间 外资也纷纷买进做多 然而华亚科的股价却持续震荡修正 透过股神系统的观察 发现华亚科自7月4日创下挂牌以来的新高62.2元后 但于7月29日出现了卖讯 且股神三线破两线 显示出了弱势讯号 果然华亚科的股价在今日创下了近三个半月来的新低40.95元 表现非常弱势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即使基本面看好 也不代表股票一定会涨 因此在做股票时 切记应该避免预设立场 随时根据市场趋势和技术面的变化调整策略 以免受到不必要的损失 张雨铭婚姻师在YouTube频道里面搜寻的关键是 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 持续来观看追踪张雨铭的YouTube频道